好说到吃的再来看到国立玉里高中餐馆科举办一年一度的教学成果展 那么本年度主题是动漫中的美食重现 那么师生通力合作将著名动漫作品当中的料理以及美食是重现在展台上 那么校内的师长以及学生家长将近有百人起居一堂共襄盛举 国立玉里高中餐馆科举办一年一度的教学成果展 那么这一次的主题是动漫中的美食重视 师生通力合作将著名动漫作品中的料理与美食重现在展台上 校内师长以及家长将近有百人起居一堂共襄盛举 餐馆科宋建源主任也提到动漫是当代承载文化和个体情感的一种重要媒体 近日呈现在台上成果或许是动画中的勇者结束战役后共享的盛宴佳肴 也或许是角色在逃亡过程当中随手取材烹调出的珍贵食粮 也机密便生以及在校生要学习肯定自己的每一份努力 只是他们的故事是用漫画的影格 是用动画的方式 是用纸张的方式呈现出 就是我们餐馆科首次将这些文创的资讯 利用餐点的方式呈现出 孩子们非常有巧思 想要更多添麻其他种东西 这个我差点就让我们打倒一下 但是他们都非常认真 一例高中校长郑志明表示 这次成果展是本校餐馆科第一次将文创题材与餐饮专业的结合 餐点内容兼具创意以及美味 透过科内的师生分工合作与长时间策划 呈现出一场完美并且别出心裁的成果展 记者高双双玉里健采访报道